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上帝的话语成为你信心稳固的根基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生命的境界 使用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祂而行 在祂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主基督耶稣是主的权贤称呼 主指着 祂是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 基督指的 祂是神所应许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 耶稣指到 祂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 也成为完全的人 我们应当遵祂而行 就是在祂里面行走 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 要遵照祂的话语去行 祂如何行 我们也如何行 祂是我们行事为人的规范和准则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祂而行 这句话说明了我们信仰的真正意义 我们接受基督耶稣是接受祂为我们的主 我们必须将我们人生的主权完全地交付给祂 让祂来掌管一切 二章七节说 在祂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图像 跟我们说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 应当如何成长 第一个是生根 如同树木扎根 要深入泥土 表明我们跟主要有更深的 邻里交通的生活 而建造就如同房屋的工程 打好了根基 然后不断向上发展 建立我们基督徒的品格 这当中显出基督徒生命的隐藏部分 还有显明的部分 基督徒必须在基督里面生根 支取祂作为我们生命的全员和力量 并且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建造的根基 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工作各个层面上 都要以耶稣基督为根基 如此我们的生命才经得起暴风雨的清洗 正像房屋如果建造的不稳固 就会倒塌 遇到大的地震 如果一连震了好几次 它不是倒塌 就是成了危险的楼房 除非我们加装加强了避震的措施 才能够预防更大的地震 我们的信仰生活也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不免会遭遇到试探 苦难 失败 疾病 甚至逼迫 这些困难和攻击 如果我们对主的信心不坚固 那我们可能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 就瘫痪在一个无法起身的光景当中 信心的伟人乔治穆勒 他曾说过 神喜欢增加他儿女的信心 但我们不要想不经过苦难而能够得到胜利 不须经过忍受而能得到忍耐 他说我慎重地告诉你们 试炼拦阻 艰难 有时甚至是失败 都是我们信心的食料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遭遇对我们信心的坚固 是很有益处的 这些失恋 这些艰难 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增长 当我们信心稳固以后 还要有感谢的心 也要一同增长 保罗说 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保罗说 我们是与神同工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榜物 保罗说 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人在那根基上 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稳固的信心呢 我们是否为这一切 来向神献上感谢呢 我们生命的境界 无法超越耶稣基督以外 因为我们一生的好处 都在他以内 我们的生命 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知名的NBA球星 史蒂芬科瑞 他的身高低于NBA球员平均十公分 体重也少了十多公斤 他先天的条件就不突出 他在篮球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分享 虽然他从小努力练球 但是身为NBA优秀球员的儿子 在父亲的光环下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达不到他人眼中的标准 他十三岁时 好不容易能够在全国篮球锦标赛当中 证明自己 却惨遭失败 使他陷入极深的挫折当中 他认为 从此就与职业篮球无缘了 正当这时 他身为基督教学校校长的母亲 却鼓励他 母亲的一席话成为他一生最受用的忠告 母亲对他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写你人生的故事 除了你自己 不是那些球探 不是比赛的成绩 不是那些表现优秀的同侪 更不是你的姓氏 这些人或事物 都不能成为你人生故事的作者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可以 你要认真思考以上这段话 别急 先慢下来 然后再重新出发 去写下那些你想要写的故事 但是谨记 这个故事是属于你自己的 柯瑞他在NBA当中形象良好 他有NBA模范生的这个称号 他乐于为主做见证 而且将所获得的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并且他与知名的企业合办了一个被低估者篮球训练营 帮助这些没有被选上传统一流篮球营的孩子们 不因为别人眼光和标准 而失去了进一步探索自己篮球潜能 建立信心的机会 这是一个智慧的母亲 引导他的孩子 把生命的根基建造在耶稣基督里面 柯瑞的生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 他可以信心稳固 他也向神献上感恩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道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委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是的 耶稣来要使我们得救 并且他是我们生命建造的根基 我们的生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稳固 让我们借着耶稣将一切的感谢 归给爱我们的阿爸父神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